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剛剛我們看到雙B在電動車上面競爭非常激烈吧 那日系品牌的豪華車在電動車這件事情上面 走的反而是因地置疑的概念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電動車不是嗎 就算你購入的是傳統的油車 其實我也可以在節能上面精心的調教 讓開油車的人也可以對我們環境地球盡一份心力 那甚至也可以推出一些都會小車 不用一直開大排量的用車 甚至也可以有外觀套件 滿足不同的消費者 所以接下來帶大家看看Lexus怎麼做 50年來其實以全球車市來講電動化的車款 已經是市場上一個很大的趨勢 那就是這麼剛好 因為Lexus從2015年 那個時候就推出了第一台豪華品牌的電動化車款 RS400H 其實到目前為止 時間已經進入了2023、2024 全球的銷售數字已突破240萬台 記不記得之前我們報導過Lexus Electrify 所謂的三大動力 就是跟電動化的趨勢有關係的車款 建議大家不妨回去補課補課了 尤其是今年睽違四年 台北車展再次重返南港展覽館 今年的一個主題就是新能源車展 非常的竊題 今年的三大動力都在現場 品牌三大動力齊聚 包括了傳電BEV的車型 RZ4501 還有不用擔心里程焦慮的PHEV 插電式油電負荷動力車型 NX450H Plus 還有發展豐富的HEV 油電負荷動力車款 我覺得是油電大軍 現場RS3550H US250H ES300H LBS 還有這一台 我非常喜歡的旗艦移動座艙LM500H 全部都是消費者很關注的車款 對啊 銷量就擺在那裡 今年Lexus販賣琥珀3萬台 你真是貨了 就是今年豪華品牌真的銷售第一名 所以非常的來勢洶洶很厲害 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逛台一逛 這一次車展最有話題性的一台車 其中之一就是在現場這台LBX 最近已經在信義區閃閃八卦 那台紅的有夠帥的 聖誕氛圍亮 但是那台車不能進去看 其實說真的 這台車不用介紹一定不會變過 緊湊型修旅大家都喜歡 它又是Lexus 又高級品牌 它又是Hybrid 就是新動力科技的配備 所以你說這一台車怎麼會 能夠不賣翻嗎 就是女生一定會喜歡 那男生也會喜歡 豪華品牌 你要找到一個這樣子的體格的 像燕明德這麼完美的體格的 太難了 LBS呢 簡單說 它就是Lexus Breakthrough X-Over 豪華品牌裡面 幾乎找不到這種體格的休旅車 所以其實它的大小 反而更適合在市區跑 因為它緊湊型修 你看它底盤離地高很低 但對女生來講 有時候太大的車 它會有恐懼感 所以這個尺碼 反而剛剛好 而且你知道 1.53缸 136P 136P 對 就是一顆馬達前驅版本 它隨便就136P 真的很划算 你可以買好幾台 把馬力賺回來 我買好幾台賣你 如果你是前驅的 它的TNGA B 它的平台 它就是前輪驅動 就是一顆馬達 那它還有AWD是四驅 它等於多了一個後驅的馬達 EVO的四驅版本 但是懸吊不一樣 嗯 前驅版的前賣花城後扭力量 那一樣是TNGA平台 那四驅版後懸吊就變成雙A倍 對 所以操控上我覺得極限表現會更好 好期待可以試到它 如果你真的想看它車式的狀態的話 車長的時候可以 歡迎光臨直接進車子裡面 那德哥呢 就是一定要幫大家 把你想要的動力給講清楚 這次的選項有五個規格可以選 也算是可以選好選滿的 自己想要就自己勾 引擎 1.53缸 對 136P 因為你不是說新一區那台不能開 我這次開好開滿給大家看 你看它蓋起來真的很漂亮 就是有一種帥的感覺 對 真的新世代 新世代Lexus 那再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我這邊把Spindle的樣貌 就是家族的飾樣 還是在上面看得到 不一樣靈魂 可是我覺得它多一點那種電動車的感覺 你看它的手把的地方 一樣是雙色的非常好看 那在新一區展出那台很適合 聖誕節的氛圍 Kazuna的環艙的感覺還是有 就是Lexus原本該有的樣貌 因為豪華品牌不能夠落差 就算是它的CUV一樣也是要很到位 數位儀表 數位儀表 然後中孟臺 中孟臺 然後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連結 就當然啦 在這個安全輔助上 它還是用這個Lexus的Safety System Plus 對 但該有都有你看 無線充電有欸 然後兩個Type-C 然後Auto Hold 然後它有這個Eco Mode 還有EV Mode 存電模式 可以存電 對 然後還可以關動態穩定系統 它這個可以滑椅欸 就是你有飲料的時候 你就往後滑放飲料 然後這還可以打開 隱藏室 隱藏室 對 很棒欸 可以Slide 對 它這裡還做那種 這是木嗎 法絲紋 法絲紋 對 這是什麼材質啊 好類似法絲紋欸 一盒一盒 然後無線充電板 然後Type-C 兩個Type-C 無線充電板 很多 然後這裡也可以放很多 你想放的東西啊 什麼 像車藥匙 哦 零錢 飲料 對 它還是夾住 不會讓它汗來Hacking的 因為它是豪華品牌 紅色的車縫線 有有有 這裡是軟質的欸 對 視覺質感會提升 這裡偷偷還有一個Type-C欸 這裡還有欸 對啊 這車真的是 來逛我 然後這裡可以放東西 欸 這車真的 我覺得很討喜欸 觸風狗也好有質感喔 我還會附坐進來 對我而言 欸 我本來以為 它比我預期中的大欸 我本來以為應該要更小的 好 其實我覺得我的離頭頂高也夠高 哦 這樣的車格很方便欸 然後你 雖然你長得很高快 可是看起來也跟我腿一樣長啊 我頭居然沒有弄到 然後膝部也沒有弄到 比歐龜的Yaris Cross 降低35mm 欸 可是它比US高欸 高了40mm 車寬啊 1米8 所以是OK的 大小應該是很好停車 很好在市區移動 就都會穿梭很棒 你看 你看 這一種跨界修旅啊 它的質感還是做得很好的 對 LED燈 對 LED燈 那這是後座的空間 我需要通勤代步啊 小家庭或者是單身女子啊 養寵物喜歡出去露營的話 這隻親吼的 再來就是要看 油電欸 油電欸 在介紹車子 高亮黑下來之後呢 貫穿很好看 燈也很好看 好 車不錯 下擺也很漂亮 下擺 好 那我打開來看 空間研究一下 這一種CUV啊 其實我們還是攤圖 它叫做休旅車 這裡打開 有 對不對 有有有 從旁邊這樣拉 所以你出去玩 它還是可以有 簡單的乾濕分離 好 400跟402 因為它有前區跟後區 好 後區還有一個馬達 對 所以差兩公尺 馬達的空間 哇 好專業喔 還有樓梯欸 很讚很讚很讚 要不要把隔屏關掉 還想喔 它那個還有這個 哇 它打開喔 電子式的這個隔屏 欸 你關起來 我才能講你的壞話啊 老闆 你有什麼機器 我聽聽到要講什麼 我如果買這個車 我一定買黑色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氣質 就有匹配 對啊 就是那種不怒而威的感覺 有一派基本嘛 原廠不動 但是現在多了一些套件 比如說空力的套件 測裙相關 都可以經過在原廠購買的情況之下 其實有助於做一些個性化的改裝 Right now this moment 家裡頭的USRX NX 全部都可以選擇 你可以後裝 這個Modelesta的套件 那這個套件科普一下 就是日本的Toyota集團 御用的改裝平台 你有拍車頭嗎 還沒 來看車頭 車頭最帥 那其實很多人說 那我如果選這個大包 以後如果驗車會不會麻煩 不用不用 因為原廠和泰有說 已經跟這個政府都報備了 所以就是大家會認得這個樣貌 所以你選的就是原廠給你的 霸氣 霸氣 然後格柵這樣搭配起來 你又覺得是一體成型 對 它不會說像外面坊間改的 它會有那種黏的接縫 就是視覺質感可能沒那麼完美 那原廠的就是厲害 非常的一體性 對 很好看 因為這台是來自日本的 那LM這個BG5 那我先鎖車 好 你的車 你可以看你們家如果有舊的RX 或者NXR 然後USR 要裝是什麼樣子 現場就可以看到了 欸 有差欸 對 通力的表現 就像剛剛葉明德講的 它會有一種很融貫在一起的 就是覺得很理所當然 Potential Buyer Potential Buyer 這還滿帥的 真的滿帥 而且椅子會電動傾倒 對 然後它兩塊是分開的 就是要開門這樣子 那如果你家裡有舊的US的話 恭喜你 隨時要後裝 就跟你也即時約一下 就可以直接裝這個大包 但如果你是RS或NS的話 要新一代的 第二代的NS 跟第五代的RS 你就可以來裝這個 好看欸 因為我覺得這個 真的可以讓你的車很不一樣 兩位達人 你們會怎麼建議呢 如果我一開始要買電動車 會有點小疑慮的話 那Lexus Eletriba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選項 Lexus的話等於就是說 你只要想買車 它都會有適合你的車 比如說你是大老闆 你就LA嘛 那不用講 對 對 那個 現在你參加婚商喜慶 能見度最高的車 想要練開車的話 其實LBX很適合 小胎 小巧都會穿梭 那你如果有時候 你要載小孩去上課UX 對不對 然後你要載爸爸媽媽 對不對 有RX 它都有Hybrid啊 對啊 也有Plugging 也有存電車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看你要買哪一種 差點由於目前來講 你在用車上很精確的計算 我如果家裡可充 那我大概可行 可行時存電大概會有60到70 你利用這個60到70上班 你根本一個禮拜不用加一次油 我就是要聽到這句話 欸 所以這個就是 我就是不想要花額外的錢 聽說這種插電式的車主 在比誰少加油 喔 就是因為我可以 我已經規劃好充電了 雖然是慢充 可是我有晚上的時間可以充 而且220V 不用 有時候不用特別拉 再透天錯就可以用 欸 所以其實是相當便利的 那這麼多選項 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買電動車 還是說我有焦慮的話 有其他更好的選項 兩位達人會怎麼建議 就買電啦 這還用說 就直接純電車喔 對啊 蛤 其他的不要考慮 我就買電了 那萬一家裡的媽媽就是很擔心 然後我們家管委會就是很嚴格 就是申請不到充電樁 我要出去外面充電 那這樣很麻煩的人怎麼辦 不方便充電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油煉混合車 或者是增程式的電動車 PF 喔 PF 喔 好像這個RX也有 RX450H Plus 其實各家廠商都提出 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 不一定說一定要電動車 我跟你講 最近我才剛 前兩天 我才剛開電動車 從中和不充電 煞上武嶺 然後呢 剩多少趴 然後剩4趴 哇 好刺激 在松雪 在松雪樓剩4趴 然後要越過松雪樓 還要往那個下坡去的時候 還要再爬一個上坡 然後爬完之後就是零 哇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對 即將要斷電之際 還好就是下坡了 喔 我以為你叫做過車 對 就開始動能回衝了 對 就開始動能回衝 然後衝衝衝大概衝個十幾二十公里 好不容易到充電樁了 所以電動車的問題 真的就是要規劃好 希望能夠有新能源車 加入你的生活 那純電車你擔心 你就有插電式有電車 我覺得我超愛 因為你就是在下坡的時候 看到回衝你很開心 如果你覺得這個好複雜 我也不想要動腦什麼的 那你還有Hybrid的車款 Hybrid就非常非常簡單 對不對 對 他的車子比較舊 他那個舊車MPV 一個月大概一萬塊油錢 那跟車代機有拼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很老舊 但是他看到這個150萬以下的七人座 我會覺得因為我就仿車偏好 我個人用 我沒有一大家族 他有三代 他有小孩 他有爸媽 我帶媽媽出去很好啊 所以他買一個車是買一個家 買一個移動的家 他可以帶他父母出去玩 帶自己小孩出去玩 經濟潮現比較拮据的情況之下 我們剛好發現這個150萬底下 有這個車子可以買 那也多虧於他是 本來是中國這樣的車 轉到台灣來可以訂比較便宜 所以乘你140幾萬 就可以有個七人座 一歲金又省 一家人又可以出門 然後國產你維修又很方便 維修又便利 或者是零件架口比較便宜 相對進口車便宜 所以整個的組合下來 他其實是幫助了很多 需要閃帶同堂的車主的一個便利性 所以說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是意見 而且這件事可以討論 你也可以很氣憤 就是說我不想要看到任何中國製的車 在台灣跑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是有什麼講什麼 就是攤在陽光下 就像很多品牌對外溝通 我這個東西就是什麼哪裡來的 這個東西是哪裡來的 我覺得就是比較健康的溝通方式吧 進來還要符合台灣的規準 你賣得好台灣還要撞 你賣不好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賣得很好的時候 還輪不到撞 台灣本田吧 還要自己自費撞 自費去撞擊測試 都是希望在這個法 法律制度之下 他進來的車 假設受到注意 他也自己自費去撞 看安不安全 我給你個promise 政府機構檢驗的 如果賣不好 或者是進來沒什麼表現 我也去撞 我也去撞 表現我很好你可以買我 對 所以either way 都是遵照台灣的法規 所進行下面的產品 因為這是生意 做生意的人就是進貨來賣 對 但他進貨他要賺錢 他要算好利潤 他是這個business 這個business別忘了 提供很多人工作機會 你為了扼殺 所有的工作機會 那大家要玩股票嗎 對不對 好玩股票可以賺錢 我也承認 那大家不要開飯店 什麼生意都不要在家裡玩股票 沒有保證都賺 也不要做吃的 也是有人虧了一屁股 是 但是因為就是做任何的生意或事業 他都有風險 對 很多公司願意承擔風險 可能會虧錢 他也來做 所以這就是牽涉到經營了 當然你會說 他賺錢的時候都沒講 至少他有賺他 他有賺他 所以我對於 因為我是汽車媒體產業 所以產業怎麼動 我們就觀察 對 因為媒體業的能力是觀察 不是操弄風向 不是涉意陷害 新聞就是我們觀察一個事實 就是什麼都要透明 那什麼透明 車子製造有法規 有任何很多認證程序 很多合法的事情要走 所以都要研究中 去跟政府溝通 比如說新式的大燈 以前大燈這個LED大燈 其實有些法規 台灣還不過的 還有一些波長 都要汽車公司去爭取說 我跟你解釋我這是為什麼 對 要符合台灣法規 要認證要提醒政府說 這個技術已經到這樣了 我跟你解釋 請允許我通過 都要溝通的 所以不是賣 賣新車不是賣很多商品 只要過商品檢驗就好 它其實有很多新的科技 需要認證 需要大家認識 以韓國品牌來講 有些我們很想要的配備 台灣法規不能過啊 然後像是KIA的EV9 前面的那個水箱護照 會有 那種光掌 法規不一定會過 雖然原廠很希望它能夠進來 很多消費者無謂想要 但是它等於要通過認證 我管你是哪一國的品牌 我管你是哪一國 全部就是要通過台灣認證 所以在汽車媒體前線工作 Eddie跟你怎麼來看 因為你觀察時間更長 超過30年在汽車線 如果以現在有些 這個中國大陸的零件來台灣 然後台灣的品牌 做組裝這件事情 它對於台灣長遠來看 是正面的提升嗎 有幫助嗎 好我們現在有大概五個 有國產的品牌 那有國產就代表有工作機會 今天如果純淨口 這些工作機會 這些人就沒有工作機會了 台灣其實以前製造過 大概最近在聊 我想做一個汽車的歷史博物館 那這關鍵就是來大於說 我們都流行文化語叫JDM Japan Domestic Made 日本的第一字 那台灣也有TDM 台灣製造 台灣製造什麼製造雷諾 雪鐵龍 其實在台灣都生產過 但你大概沒有印象 一月只有做日本車 但是歐系車 很多都在台灣組裝過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製造的勞動的技術 才可以做到的 我們在大概二十幾年前 二十三十年前 做這些車的時候 東南亞還不能做 因為只有台灣做 印度也沒有 所以台灣的就是製造 跟勞工這一塊是很重要的 而且圍繞著這個 汽車製造業的勞工 人數也蠻多的 所以其實任何一個組裝廠 如果說關閉 其實影響勞工影響生機很大 所以用進口零件來組裝這件事情 對老公是好事 還有這樣進來我們的稅 其實對於乘車進口有一定的關稅 也算是不要讓你那麼快 單車進口 所以都用零件的方式來 它會比較省成本 這也是一個保護措施 但這個好處就是 你會有比較低廉的維護成本 這國產車的意義 就跟Focus也是用了很多大陸來的零件 但是它是OK標準 進來雖然也許產地在歐洲 下面在中國 但是進來都要合乎 產品的標準 組完以後也送去歐洲測試 所以你不能說Mayden China就爛 因為很多東西 Mayden China 所以其實就是 從最後的乘車表現 合不合乎台灣的法律 合不合乎台灣自己制定的法律 所以這是一關鍵 我覺得還是有零件進來是好事 不管是來自哪一國 台灣能夠自己組裝 降低一些成本 降低一些零件進來的成本費用 我簡單的結論就是說 廖件進到台灣 由台灣來組裝 這未必是壞事 因為大家還是能夠有工作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透明化也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很concent 這一定是要來自歐洲的 我就是要全部的歐洲化 那你就可以選這樣的車款 但如果它有哪怕只是頭燈 是中國大陸來的 你都不接受 你也可以因為透明化而避開 你不想要買的這樣的車款 對不對 很民主啊 我覺得住一樣 你住新一區一坪的管理費 跟住在新北的一坪管理費 就是不一樣 就跟進口車 國產車一樣 你選擇你適合生活的環境去住 你覺得新北住起來又經濟又舒適 又有好吃的上街就有 北市不一定有啊 高級階段不一定有啊 對不對大陸哪有什麼餐廳 對不對大陸都吃餐 他沒有什麼 什麼我們講街邊小吃啦 但在永和中和新店 很容易找到街邊小吃 街邊的生活技能便利 我就這樣講 那他的生活成本又低 所以這就是各自選擇啊 對不對 你負擔的起雙臂休起來 不會哀哀叫 就是不會哀哀叫 車主你可以用雙臂 一進哀哀叫 餐進哀哀叫 我讀你會哀哀叫 對就是不一樣的邏輯 那希望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啟發跟思考的方向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跨界大贏家吧